另一边,徐胖子,游大叔和花花的组合则是在另外的方向探索着江湖城 虽然张义一再提醒徐胖子,歌舞集听白天的时候不会有什么地方开门的 但他还是对这个向往已久的地方难以释怀 因此,还是根据地图的指引,带着游大叔和花花朝这边走 花花是只猫,游大叔又不太懂这些东西,所以被徐胖子忽悠得团团转 只是当他们来到这里之后,发现果然如张义所说,每一家店铺都紧闭着大门 倒是可以看到街道上挂着琳琅满目的灯牌 爱之家与泡泡浴,牛郎店到处都是 最显眼的灯牌,竟然是牛郎店的招牌牛郎 上面清晰地标明他们的惊人业绩 最厉害的是一个叫罗兰的家伙,灯牌上显示 他本年度卖出的酒水额高达1.5亿元 当然,原指的是霓虹货币单位 好厉害,这就是牛郎之王吗? 不过这个数据,肯定是两三年前的了 徐胖子看着寂静无人的歌舞集听 非常失望地叹了口气 游大叔虽然年纪大,可是又不傻 已经意识到这里是什么地方了 他有些生气地揪住徐胖子的耳朵 喂,春雷,你这家伙 我们可是过来办正事的 谁让你到这种地方来 徐胖子嗷嗷直叫 哪有啊,我就是好奇而已 看看能不能碰见个万事屋 少在这里胡扯 快给我打起精神来 就连花花也低着头闻了闻空气中的气味 一脸凶恶的冲须,胖子滋起了牙 没办法,徐胖子只好换了一个方向 但是,这种事情怎么可能难得到一个顶级四宅 听说要来江户 他早就做好了攻略 不久之后,他就出现在了一个手办店里 面对琳琅满目的手办开始垂涎欲滴 天呐,这里是天国吗 我得把老大喊过来 让他把这些东西统统带走 徐胖子激动地喊道 游大叔和花花在后面 一个满脸黑线 一个喵屋,低声威胁 徐胖子憨厚地笑着挠了挠自己的后脑勺 就一会儿,让我看看嘛 游大叔无奈地叹了口气 就只有一会儿 张义让他们探查江户 也没有给到具体的目标 只是让他们看一看城中有没有异常 所以,与其像无头苍蝇一样去找 不如把重点关注的区域圈定出来 说不定徐胖子这个专业私宅 能够在这里发现什么呢 更何况,这里真的有不少国内没有的好东西 游大叔的目光瞥向商店的角落 在那里堆着一些有趣的玩具 还有封面异常精彩的书籍 他咳嗽了一声,老脸微红 然后悄悄挪动脚步走了过去 大凉渡博物馆 邓神通带着白春雨几个人来到了这附近 他们压低了茂盐 在附近买了几杯热咖啡 装作是过来游玩的路人 一直在外界观察着周遭的一切 路上的行人往来匆匆 大凉渡博物馆如往前那般开着 但是时至今日 并没有多少人在严寒的温度下有心思 去里面欣赏文物 周围看似与往常一般无二 然而 就在隔着只有两条街的地方 几栋大楼从底部开始折断 斜斜地倾倒 依靠在另外的大楼上面 早已经是一片废墟的景象 可周围的江户居民 似乎对此早已见怪不怪 依旧行动如常 邓神通一手插兜 跟着人群从大凉渡博物馆门前经过 一阵子后 他和白春雨 白李长青 以及吴迪在另一条街道上会合 四个人分别从街道的四个方向 将周围的状况摸了个通透 这附近并没有部队 以及一人助手的模样 如果我们想要入侵的话 难度并不大 白李长青说道 白春雨抱着胳膊 也说道 有两种可能性存在 第一 你红人并没有发现 我们要找的东西的重要性 第二 就是那件东西已经被转移了 邓神通想了想 说道 无论如何 既然我们来了 都要先去看一看 那件东西 我们志在必得 绝对不能让它 一直留在霓虹人的手里 吴迪双手插兜 不以为然地笑道 未免有些紧慎过头了吧 以我们目前的兵力来看 横扫整个霓虹 简直一如反掌 哥伦维亚的海军 根本来不及支援 整个江户 我们都可以平掉 要我说 直接杀进大良度图书馆 或者闯进玉摩亭 抓住他们的老大 逼他们 交出我们的国宝就好 哪用得着这么麻烦 白李长青 微微皱眉 吴迪 你还是这个急性子 别忘了 这里不是在我们的地盘 还是小心微妙 吴迪还想要争辩些什么 白李长青 接着说道 连张义都小心谨慎 你凭什么嚣张跋扈 吴迪一句话刚到嘴边 听到张义的名字 以后立马咽了下去 对张义 他是彻底服气的 毕竟被狠狠揍过一顿 而现如今 对方更是他无法企及的 强大存在 好吧 那你们说怎么办 邓神通压了压茂言 今天晚上 入夜之后 我们潜入其中 一探究竟 这就是为什么 一定要请张义帮忙的原因 他不光站立强悍 而且潜入调查 更是一把好手 潜入调查关什么的 真的非常重要 虽然张义没有皮衣 但他的能力非常好用 不会那么容易被对方抓住 做乱七八糟的事情 商量完之后 由邓神通拿定了主意 他当即联络张义 说明了自己的想法 大梁渡博物馆附近 已经调查完毕 没有发现异常 今晚我们就行动 他看向那座巨大的 到金字塔形状的建筑 又道 如果顺利的话 我们可以不惊动任何人 就带走想要的东西 希望如此 张义如此说道 我这边也没有发现 什么异常 那就让我们静静地 等待黑夜来临吧 邓神通四人觉得 自己老是在附近转来转去 很不妥当 因此便找了个咖啡馆 入内坐下 几人点了杯咖啡 便开始静静等待入夜 其他几支队伍 此时的状况也差不多 白日里漫无目的的调查 没有发现江户有任何异状 反倒是将江户城的风光 领略了一番 徐胖子今天非常高兴 开始的时候 生怕在江户被人给认出来 但是慢慢地 他就放开了手脚 江户城中的人口 按照测算 起码有五十多万 毕竟整个霓虹友 近三分之一 都集中在这座城市 末世之后 这里受到的影响最小 许多人仍然能够维持生活 区区一个徐胖子在这里 不过是马上路无数个 前往秋叶园朝圣的死肥宅之一 毫不引人注意 毕竟目前来看 他们没有做过任何事情 而智能系统 又可以模拟出 完美的霓虹口音 所以没有人会发现 他们是外来者 徐胖子 在江户城玩得高兴极了 邓神通给他们打的钱 根本花不完 他兴奋地采购了几个极品手办 然后又迫不及待地 体验江户其他宅文化 可惜的是晚上他们要行动 无法领略歌舞集听的风采 但是 做好了攻略的徐胖子 按照地图的指示 还是把这里 著名的宅文化基地 逛了个遍 游大叔一脸无奈地看着徐胖子 但现在张艺 只是让他们待命到晚上 并没有明确的任务指示 所以便游着徐胖子去了 至于花花 则是干脆地缩进 游大叔厚厚的衣服 里面睡大觉 游大叔 游大叔 快来 这个地方抄掉的 徐胖子指着前方一个店铺 激动地朝身后的游大叔喊道 游大叔无奈地走过来 知道了知道了 你又发现什么了 可是 等到他凑近一看 也是忍不住眼睛 泛起一抹意彩 不知道 徐胖子怎么找的 在一个偏僻的小巷子里 竟然出现了一个 日间营业的酒吧 此时 按照霓虹时间来算 是下午三点左右 天色已经有些暗淡 但是距离 进入夜幕的五点钟 还有一段时间 至于为什么徐大叔 能看出来这里是居酒屋 一目了然 门口就摆着一个 巨大的烧酒瓶形状的牌子 喂 徐胖子 你是不是有毛病啊 这种时候 竟然跑过来喝酒 游大叔皱起眉头 狠狠瞪了徐胖子一眼 徐胖子连忙凑过去 在他耳边说道 这里可不是一般的居酒窝 而是有特殊的杀必死 我可是做过攻略的 你一进去就知道 特殊的杀必死 游大叔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我说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徐胖子央求道 我只是想来见见世面嘛 我保证不喝酒 只喝果汁行不行 游大叔不答应 可是耐不住徐胖子 一直苦苦哀求 并且保证不会喝酒误实 游大叔便联络上张义 把这件事情说明了一下 此时的张义 刚刚从女仆咖啡店 走出来不久 正打算找个百清歌店 打发一下时间 或者去电玩城 体验一下霓虹的特色 听到游大叔这么说 他看了一眼天色 说道 不可以喝酒 如果遇到莫名其妙的人 记得第一时间给我消息 其他的可以纵容他一下 好吧 我明白了 游大叔结束了通话 盯着徐胖子再度嘱咐 记住 执行任务期间 不许喝酒 徐胖子兴奋的脸像 喝了二斤地瓜干一样 好嘞 徐胖子的确不是为了 喝酒去的 确切地说 他是为了居酒屋里面 陪酒的小姐姐来的 他的酒量烂得很 根本喝不了多少 可是贪财好色的本性 从未改变 进去之后 他当即大摇大摆地 找了个包厢坐下 负责接待的妈妈 桑穿着一身白色和服走过来 笑着躬身询问客人 有什么需要 游大叔抱着胳膊 撞烁如熊的身材 在角落里坐好 脸黑得像是一块生铁 他冷冷地回答 不必了 他对霓虹女人 可不敢冒 徐胖子凑过来 嬉笑着说道 游大叔 换个角度考虑一下问题吗 我们这也算是 为国争光了 游大叔翻了个白眼 你小子实在是得寸进尺 告诉你 我可不会在这种时候犯错误 他是军人出身 做事情有分寸 才会和徐胖子一样 搞不清楚时候 徐胖子却直接大手一挥 对妈妈桑说道 来俩 过十八的不要 妈妈桑笑咪咪的躬身退下 游大叔忍不住了 咬着牙对他说道 张义对你纵容 但你也不要胡来 还过十八的不要 你说的是什么 徐胖子眨了眨眼睛 当然是果盘啊 靠 说这话 你自己信啊 就在游大叔准备揍人的时候 徐胖子按住了他的手 眼神也变得认真起来 游大叔 你先别激动 我来这里 可不是没有理由的 哼 我当然知道你是有理由的 哎呀 不是那个意思 徐胖子看了看周围 然后压低了声音 在游大叔旁边说道 游大叔 你知道的 虽然我这个人 平日里看上去挺废物 但好歹也是个九千亿能指数的冰雪蜥蜴人 游大叔睁大了眼睛 上下打量徐胖子 你倒是挺有自知之明 嗨嗨 那个并非重点 他认真的说道 我是想说 我对于空气中温度的变化 比一般人更加敏感 他说着 伸出手在半空之中 仿佛虚空缓缓抓住了什么东西一般 老大的任务 我可没忘 现在的我 可是很用心地 在努力提升自己的用处 避免给大家拖后腿 所以一路过来 我实际上都是在往人多的地方走 游大叔收起了脸上的轻视 你发现了什么 徐胖子盯着他 认真地说道 这些人看上去挺正常的 但是他们的体温却明显不对劲 这一点 即便是老大他们都没有发现 而我却察觉到了 体温 游大叔都不由地愣了一下 这玩意 谁能够察觉得到 那你的计划是什么呢 徐胖子的嘴角勾起一抹深邃的笑容 他抬起头望着那名妈妈桑 带着几名性感的陪酒女走了过来 用力搓了搓手 我得亲自感受一下 才能证明内心的猜想 游大叔差点鼻子都被气歪了 说了半天 还不是想跟小姐姐贴贴 四组人都在江湖城中行动 彼此之间相隔的距离不远 而且都是以大量度博物馆为中心 张义四人找到一家热料店 在里面等待着夜幕降临 烤肉的香气弥漫 不过谁也没有吃 张义看了一眼智能系统 显示在视网膜上的时间 又看了一眼窗外渐渐暗淡的天色 时间快要到晚上了 等到夜色一深 他们就会立即行动 居酒屋这边 徐胖子已经左拥右抱 喝果汁喝得高兴得不行 甚至还把一名陪酒女的腰带抽下来 缠在自己的脑袋上 一只肥胖的咸猪手 放在陪酒女的大腿上拍了拍 哇 年轻的姑娘就是好 大腿很有弹性 徐胖子一边色眯眯地说着 一边悄悄给了 游大叔一个眼神 果然如他所想的那样 江湖城里的人 有古怪 游大叔的眼睛 凌厉地扫过居酒屋中的人 如果真的像徐胖子所说的那样 这里的人体温不正常 那他们显然并非是普通人 全是一人的可能性极低 更大的可能 便是这些人都是傀儡 或者亦能制造出来的产物 心中如此一响 游大叔的肌肉都不禁绷紧了 那样的话 岂不是这些人早就知道他们的身份 游大叔皱着眉头 旁边的陪酒女见状 笑着端着酒杯过来 坐在游大叔身旁 这位大叔 既然来了 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坐着 来 让我敬你一杯好吗 陪酒女说着 便将手中的酒杯递了过来 游大叔眸中金光一闪 伸手去接酒杯 却故意暗中发力 啪 装满香槟王的杯子 掉在桌子上直接碎裂 玻璃碎片划过陪酒女白皙的大腿 直接划开一条口子 鲜血很快溢了出来 啊 陪酒女失声尖叫 这里的动静也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 游大叔一直盯着陪酒女的反应 见到她不像假装的惊讶 而且腿上的伤口的确是活人没错 心里更加疑惑了 不是傀儡或者机器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说 江湖城中所发生的 是集体变异 游大叔连忙道歉 并且抽出卫生纸帮他止血 急匆匆赶过来的妈妈桑 也在收到许胖子的大额转账之后 换上一副讨好的笑容 万分抱歉 给您添麻烦了 许胖子一挥手 没关系 我这位朋友第一次来这种地方 可能有些太激动了 妈妈桑带着陪酒女千恩万谢地退下 游大叔眼神当中的疑惑之色 久久没有散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徐胖子也没办法当场与游大叔交流 一边继续用手掌 感受着两名陪酒女的体温 确认内心的猜测 一边给游大叔眼神示意 让她稳住 不要慌张 这里的情况有些复杂 还是等到与张义他们会合之后再说吧 游大叔给自己倒了一杯牛奶 缓缓灌入喉咙 不过喝进嘴里 完全是一口冷藏产品的味道 毕竟现在上哪里去给你弄新鲜的牛奶去 即便是有 也只有上层的大人物才能享用 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晚上五点 夜色仿佛突然之间暗淡了下来 浓郁的黑暗仿佛一张巨大的幕布 被人从西向东拉了过来 瞬间遮蔽住了天光 徐胖子与游大叔还在思索着 耳边响起张义传来的通讯 到时间了 过来集合吧 与此同时 其他几组人也准备出发 按照原定的计划 前往大梁渡博物馆附近集合 徐胖子回过神来 哎呀 差点忘了正事 游大叔 我们快走吧 他用力捏了一把零座陪酒女的大腿 可是这一次 他感受到的 不再是那温暖柔软的肌肤 手指触碰的地方变得冰冷无比 嗯 徐胖子愣了一下 扭头看向旁边的陪酒女 见到她的眼神 一下子变得呆滞了下来 仿佛被人抠掉电池的机器 徐胖子错愕地伸手 想要拍一拍她的脸颊 可是手上只是稍微一用力 就听到咔嚓 一声 他的脑袋竟然从脖子上 直接掉在地上 咕噜噜转动了两圈 滚落到徐胖子的脚下 死死盯着他 啊 徐胖子差一点尖叫出声 不过很快 旁边伸来一只手 捂住了他的嘴巴 游大叔低声说道 冷静点 你快看看周围 徐胖子瞪大了双眼 看向四周 结果周围的景象 让他的膀胱都变得不好了 原本还热闹的居酒屋 在一瞬间 所有人都停止了手下的动作 就像是煤电的机器人一般 呆滞地停留在原地 整个居酒屋 一片死寂 只有窗外传来凄厉的狂风呼啸 如同夜魔掠过低空 呜 呜 夜风哀嚎 居酒屋内的灯光开始闪烁 最后怕 被一声全部熄灭 那些阴影当中的人影 就像是一具具冰冷的尸体 徐胖子也算是见识过大场面了 可还是被眼前诡异的一幕 吓得后背发凉 游大叔取出一把大号手枪 子弹上膛 冷静地指向四周 这个破地方果然有古怪 没等到他联系张艺 张艺已经将他们 都拉进了通讯频道当中 小心周围 这个地方现在变得非常诡异 不要出现在街道上 有奇怪的东西出来了 张艺的话音未落 徐胖子就看见窗外 一个巨大的黑影 忽然出现在窗户上 一只足有成年人大小的眼珠子 死死瞪着他们 卧槽 啪 一根巨大的手臂直接撞碎了玻璃 朝着徐胖子和游大叔就抓了过去 吹 吹雪 徐胖子尖叫起来 声音都变形了 仿佛一只被掐住脖子的鸭子 汹涌的冰雪风暴 从他口中爆发而出 直接将整座居酒屋都给震碎 而那条巨大的手臂也受到影响 没有抓住他们 只是朝着身后 抓去 快走 游大叔拎上徐胖子 一瞬间 作战符包裹全身 二人飞速窜到街上 然而接下来二人所见到的一幕 让他们极度后悔 逃离了居酒屋 因为他们此时 宁愿自己躲在房子里面 根本看不到外面所发生的一切 漆黑如墨的天幕之下 白昼还热闹繁华的江户城 此时已经变得一片死寂 街道上没有一个行人 万家灯火也骤然熄灭 只有从城市中央设来的七彩探照灯 穿过孤寂的灰雾射向天空 整个江户 已经被一层浓郁的雾气所笼罩 而在这雾气当中 隐隐绰绰地出现了无数巨大的影子 如同一座座小山 一棵棵大树 一头头走兽 穿过无人的街道 漫无目的地朝着这里走来 夜深人静 白鬼夜行 动手袭击由大叔与徐胖子的 是一头长着六条手臂的怪物 他长着类人的身躯 下肢很短 手臂却比身躯还要长 足有数十米 漆黑的身躯 仿佛拙劣的泼墨画作 脑袋上只有一颗毒眼 和一张占据了半张脸的锯口 哦 一击失败之后 他缓缓收回了手臂 然后转过身来 面向由大叔和徐胖子 口中发出凄凉的哀嚎声 这这这 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啊 徐胖子已经吓得脸都白了 声音变得奸细 像个女人 怪物已经用粗壮的双臂 撑着地面 朝他们迅速冲了过来 就在由大叔召唤出外骨骼装甲 打算与这怪物一战的时候 身前忽然闪过一道熟悉的身影 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 走 关键时刻 张义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正如他所说 整个江户城 他想去了 随时都可以到达 因此 在发现江户城入夜之后 变得诡异之时 他第一时间就行动起来 将所有人聚集到一起 刷 影子空间展开 由大叔与徐胖子进入其中 前方那头巨大的恶鬼张开大嘴 仿佛展开了一个巨大的口袋 朝着张义照了过来 张义伸出双手点向前方 双手如同钥匙在空中一转 恶鬼的身躯 忽然在空中鬼的扭曲 然后被狠狠撕裂开来 空间技能神域静节 三公里半径之内的 顺发无解绞杀技 秒杀了这头巨鬼之后 灰雾当中的可怕影子 似乎感受到了 这里发生的一切 纷纷转过头来 一时间 一种被无数怪物凝视的含义 出现在张义心头 他的瞳孔微微缩紧 竟然产生了一种 遇到恐怖对手的感觉 眼前的灰雾当中 不知道有多少 能够让他感到棘手的存在 可是这种感觉 却又有一些古怪 这些到底是什么东西 难道霓虹平安时代 传说的白鬼夜行 真的存在吗 面对未知的对手 即便已经是黑战车级一人 张义仍然选择先行必退 他带着众人几次空间穿梭 来到了大良度国家博物馆附近 找到邓神通等人 此时的几人 也是藏身在夜幕之下 试图通过巨大的建筑来藏身 可不知道为什么 那些雾气之中的巨鬼 仿佛能闻到他们身上的人味一般 死死地追击了过来 邓神通拔剑 一道白色圣光四盲星斩 向身后迷雾中的鬼群 但是圣光所过之处 仅仅拖延了他们片刻的时间 很快他们又追击了过来 眼见着他们前后左右 都已经被浓雾所笼罩 无路可逃的时候 张义虚空闪现而至 跟我走 张义让邓神通等人 也进入影子空间 随后毫不犹豫地 朝着江湖城外穿梭而去 在没有弄清楚 这座城市到底隐藏着 怎样的秘密之前 他绝对不敢贸然行动 片刻之后 张义已经飞至高空 他回头望向 早已被浓雾笼罩的江湖城 此刻城中隐隐绰绰 到处都是鬼怪的身影 这一幕不禁让他毛骨悚然 如此诡异的景象 他在人类的世界 从未有过见闻 真不知道末世之后的 这段时间里面 江湖到底发生了什么 发生这种事 御魔亭和哥伦维亚海军部队 不可能不知道 可是一直没有察觉到 这里有大幅度的能量波动 难道他们的人 就对此置之不理吗 还是说 这些怪东西 也是他们操控的 张义很清楚 即便是以此刻他的实力 闯入白鬼夜行的队伍当中 怕是也很难幸免 只有依靠能力逃走的份 说一句老生常谈的话 如果今日出现在江湖城中的 艺人不是张义 纵然能够逃走 怕是也要身受重伤 走 张义没有一丝 犹豫地往远处逃去 好在这股雾气笼罩的范围 只在江湖城区 来到外围区域 雾气便迅速散去 张义落地之后 确认周围没有其他艺人 这才让邓神通等人 从影子空间出来 此时众人的脸色都有些不好 刚刚江湖城一瞬间入夜 从繁华都市变成人间炼狱 让他们内心承受了巨大的冲击 邓神通表情严肃地 一手托着手肘 另一只手抵着下巴 喃喃自语道 不可能啊 按照我们对霓虹的了解 这个地方根本不可能出现 这么多可怕的存在 张义瞥了他一眼 淡淡地说道 你不是说 你们对霓虹的调查 已经做得很完善了吗 邓神通苦笑了一声 有些尴尬地解释道 你知道的 霓虹是封锁华旭国出海的链条一环 又有哥伦维亚海军坐镇 即便邓家情报网很强大 也无法准确地 收集江户一切资料 张义深深看了邓神通一眼 一步步走到他的跟前 锐利的目光逼试着邓神通 你真的 什么都不知道吗 你喊我来江户 真的只是为了一本 心学 正本吗 邓神通的眼神 没有丝毫躲闪 他用力点了点头 我可以以我邓氏传人的荣耀担保 对于这一切 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到 邓神通的眼神 不像作假 而且如此骄傲的一个人 更不会轻易 以邓家的名义发誓 张义揉了揉眉心 照你这么说的话 我们眼下 根本弄不清 这里是什么状况 黑夜的行动 暂时的取消 行动计划 改为白日怎么样 白春雨此时 上前说道 恐怕有些困难 白日期间 大量度博物馆 会有人去参观 我们潜入的话 有很大的风险曝光 一旦被御魔亭 和哥伦维亚海军发现 麻烦可就大了 就算我们能够逃走 可也会引来 巨大的麻烦 最麻烦的就是 一旦 心学 不在博物馆中收藏 而是早已经被转移 那么 他们就会意识到 这件东西的价值 感谢观看